大家 我知道循例都要問一問 需不需要問一兩句議員的問題 因為時間所限我們半個小時而已 有沒有需要 是 發表一下他的政綱 好 我想跟回財委那個集法 每人一分鐘好嗎 就是介紹自己 提問那些就看看舉手 我都要限時間去做的了 因為時間所限 我首先請葉劉淑儀 先發表你一分鐘的選舉政綱 我想黃碧雲議員有些誤會 這些不需要做法定委員會主席 不是直選 不是要政綱 法定委員會主席最重要是有效率 有效地主持會議 公正不安 所以不需要搞這麼多政治化的政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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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我想問一下葉劉淑儀議員 她剛才說做主席 最重要是 她說什麼 主席 她說不要政治化 我相信葉太 都在議會這麼久都知道 議會就是一個很政治化的場合來的了 亦都沒有問題的 大家表達大家的立場 大家去辯論 最終去投票 而這個人事編制就是港政府加位 那個問題的 有時候減位 不過很少了 所以亦都是市民非常之關注的 那我就聽到她說要有效率 有效地去主持會議 那即是怎樣呢 即是很快很迅速地通過了些事情 也說真是會 第一 當然要官員很清晰在文件交代她的建議 以及要真是回答議員的問題 亦都好像剛才梁繼昌議員上屆主席 留一點時間給她回答 即是說給時間議員問的 葉太會不會承諾這樣做呢 葉太 主席 立法會顧名思義是一個立法組織 當然有很多機會給議員發表她們的政治意見 我們亦都有很多擁場的辯論 但是身為法定委員會的主席 一定要公正 公正不安 以及處理的程序要有相當的效率 做主席要有效率 這一點已經在過往的法官 就立法會主席展報的裁決裡面 是說得很清楚的 說作為一個主席 preside over 一個meeting 包括有責任確保這個會議 是可以順利進行 當然亦都包括 給所有的同事 足夠的時間去問問題 亦給時間官員答問題 劉議員不用擔心 黃碧雲議員 主席 因為剛才我問葉太和兩位候選人的政綱 葉太就一句就帶來了 問什麼問 什麼問啊 你根本不懂事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我覺得這個呢 這個就是一個很差的主席候選人的做法 什麼政綱啊 這個其實是很傲慢的態度 我覺得這個是很差的一個 公民教育的一個反面的教材 所有候選人都應該要坦然面對 所有投票的人對他的質詢 我問就是問你有什麼政綱而已 我沒有挑釁你啊 你現在來參選票在我手上 我為什麼要投給你或者不投給你啊 投給他啊 那你當然要交代啦 你都說到問都不行 喂 以後你來主持會議啊 葉太 是不是就我們都不可以問的了 如果你純粹是一個主持會議 留一點時間給葉太 那就隨便找一個都行啦 為什麼要找你呢 葉太 主席 黃碧雲議員是堂堂博士 他這樣歪曲我 我根本不需要作答 他講的話我都沒講到 他講完了 議會的發言這樣的水平了嗎 主席 主席 我想再問 葉劉淑儀議員 如果你做主席 連第一日現在人家問你的政綱 你都不肯交代 那第二日開會你怎樣主持會議呢 議員禁鐘是不是不可以說呢 葉太 主席 我政綱我剛才交代了 做主席就要公正不安 確保會議有效率 和會給足夠時間 議員發言和官員回答 我講得很清楚 要看我正當 就看新聞檔網頁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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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佈葉劉淑儀當選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主席 你 多謝你 多謝你 azt 你 你 多謝你 多謝你 你 テレビ